介绍第四部分内容 超新星 刚才我们讲到了大质量恒星的演化所经历的几个主要的阶段 如果说从恒星内部的结构的变化来讲 它们和我们小质量恒星所经历的阶段基本上是类似的 但是进行的更加深入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从主序后之后 也就是核心的氢枯竭了之后 那么它们依次经历了翘层氢的燃烧 以及核心氦的燃烧 和核心氦枯竭之后的翘层氦和翘层氢的燃烧 所以在大家看到在这个图上面 翘层的燃烧和核心的燃烧 它会依次的会先后的进行 而当在核心形成了烫和氧合之后 那么外面进行燃烧的就是氦和氢这样的翘层 而最终会在恒星里面形成一个燃烧的铁核 而在铁核的外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依次的包裹着不同质量的元素 而当铁核形成之后 这时候新的燃烧的过程就基本上中止了 而所以依次在恒星的外面 所能够维持的只剩下氦核心 但是在核心 由于铁核的核反应停止之后 没有新的能源 而所以使得核心的气体的压力 或者说气体压力和辐射压力 就不足以来抗衡引力了 于是就会发生核的塌梭的过程 那么伴随着核的塌梭呢 是我们所谓的超新星爆发 这样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可以用下面几步简单的阶段 来进行表示 首先是由于核反应停止了 所以铁核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其他类型的核一样 它也要发生收缩 使得它内部的温度上升 但这种收缩呢 对于温度升高的太高了 产生了大量的光子 这些光子具有非常高的能量 而光子和铁核相互作用 相互的碰撞 导致铁核的瓦解 一个铁核不能够完整的存在了 它变成了更小的原子核 直到氦核的形成 但是这个依然阻止不了 这个核的塌梭和温度的升高 所以氦核最终也瓦解了 变成了质子和中子 这样的基本的粒子 质子可以和电子 这时候发生核反应 它们生成的是中子和中微子 这两种粒子 那么由于在铁核的内部 电子通过核反应被大量的损失了 所以电子所能够提供的减冰压力 就开始降低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核心的 进入了失去了它中心的压力 同时中微子又带走了核心里面的大量的能量 这使得压力的降低 这使得更快了 而于是中心的核安就发生了 塔缩这样的现象 而塔缩的结果是 质子和电子产生的大量的中子 最终变成了减冰的状态 而减冰的中子和减冰的电子一样 它们都可以产生非常强的压力 这种减冰压力 它可以高到支撑着 整个核心不在进一步的踏索 当然条件是 这个时候的中子的核 它的质量满足一定的条件 比如说低于两倍到三倍的太阳质量 如果更高的话 这个时候中子的减冰压力 也支撑不了它 它可能最终会塔缩变成一个黑洞 那么在核心 塔缩变成一个原初的中子星之后 而在恒星的包层的物质 它依然在继续地发生塔缩下落 而大量的物质撞击在 新形成的这个中子核上面 这个速度非常的高 因为一个中子的核心 它的特征的大小 大约是几十千米 所以对应的速度和动能是非常高的 而这时候大量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了 于是产生了反弹的激波 反弹的激波在向外面传输的时候 如果它具有足够高的能量 它就有可能把整个的包层的物质 都把它炸碎 但是从我们现在对于超新星爆发的 这个研究来看 仅仅通过反弹激波的能量 还不足以把整个包层把它摧毁掉 所以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 这时候我们需要中微子的相互做 也就是说伴随着刚才大量的中微子的逃逸 它们有可能和包层物质发生相互碰撞 正是要释放出相当多的能量出来 来帮助这个反弹的激波 向外面有效地进行传输 于是最后整个的恒星的包层都被炸碎了 只遗留下最中心的那个致命的天体 也是我们所说的中子星 那么向外面抛售的这几个包层物质 类似于行星状星云 它们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叫做超新星遗迹 这样一个星云状的这样一个气体 而我们的卸装星云 就是超新星爆发后的 弥漫的气体的产物 卸装星云是在公元1054年 也就是在北宋期间 观测到的一次超新星爆发 所产生的 那么今天我们在卸装星云的中心 看到了一颗旋转的 正在产生脉冲辐射的 这样一个中子星 所以它非常有力地支持了 我们这个超新星爆发 最终产生中子星 这样一个事实 而从我们对于超新爆发的 统计上的研究来看 它们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这是我们宇宙里面所发生的 最猛烈的这样的爆发现象之一 那么在爆发的时候 它的极大的光度 达到了太阳光度的 一千万倍到一百亿倍 所以相当于在一个星系里面 有一千万个 或者说最高到一百亿个太阳 同时被点亮了 大家在右边的图上可以看到 在一个核外星系 NGC3982里面 的一颗超新星爆发 它的总的亮度 甚至有的时候 比整个星系还要高 那么在爆发的前后 它的光度之比 可以达到10的8次方 爆发所释放出来的总的能量 达到了10的53次方 二格 而其中99%的能量 被中微子带走了 而另外1%的能量 是由爆发物质的动能 所携带的 而这里面可见光辐射 仅仅占到了0.01% 因为我们看到的超新爆发 和超新仪器 那么总的可见光辐射 只是爆发里面很小的一部分 而通过观测 这个爆发现象 我们发现气体的 以非常高的速度 从几千千米 到上万千米每秒 这样的速度 向外面高速的膨胀 那么在历史上 我们通过肉眼 可以看到 不少的超新仪爆发现象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表里面 就列出了 有历史记录的一些超新仪 从公元185年的 超新仪爆发 它今天遗留的场合 我们称呼叫RCW86 这样一个遗迹 大家可以看到 在早期 中国的天文学家 在超新爆发的记录里面 起了最重要的贡献 其中我们刚刚讲到的 1054 这个超新爆发 它当时的光度的极大新等 达到了负物等 那么迄今最亮的 一颗超新爆发 是在公元1006年的时候 观测到的 它的新等达到了负的10等 它今天遗留的产物 是超新星1006 帝古和开普勒 那么他们在进行天文观测的时候 分别发现了 这个一颗超新爆发 这个爆发呢 最后的产物 我们分别叫帝古 和开普勒遗迹 那么在1987年的时候 在我们银河系的邻居 大麦这人云里面 人们观测到了一次超新爆发 这个我们称为叫超新星1987A 由于景品肉眼呢 就很难大规模地进行超新爆发的搜寻 所以现在的人们已经用这个自动化的望远星 去进行寻天观测来发现大量的超新星 当然他们主要的是在核外星系里面被发现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就是在星系M5C里面 我们看到的叫超新星1991T 大家看到这是在爆发前和爆发后 两张照片 那么对于超新星爆发它的命名 那方式呢我们一般是在英文字母 在Supernova在SN后面 加上发现的年份和英文字母 按照从A到Z的这样的顺序来标注 所以第一个到第二十六个呢 就分别以当年的年份加上字母A 一直到Z 而如果超过二十六个呢 就用两个小写的字母 比如说AAAB这样的方式来表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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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